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出入八大类场所请您务必佩戴口罩 不仅预防武汉肺炎 也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 第三 请各医疗院所提高警觉 加强疑似个案通报裁减 感谢所有防疫人员持续坚守岗位 也请您与我们一起努力 共同守护彼此的健康 您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捷运万大中和线串联台北市 新北市多个行政区 第一期工程部分进度达到51.34% 从北市中正纪念堂到土城京城机场站 全长9.5公里 其中永和永平国小站 将在明年启动前顿机隧道专掘 预计一天可以绝境8公尺 衔接环状县中和站 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发禁准备作业 免务力工作人员辛劳 工程顺利进行 永和永平国小旁地下28米 大约8成楼深的地底 捷运万大中和线浅顿机主准备就绪 预计2021年启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到场视察 地底下的庞然大物浅顿机主 主要是利用前方转动的切销组 向锁平盖的方式往前进 推力来自千金顶和作为返利座的环片 所组合的推手 捷运万大中和线采用浅顿机专掘 主要是可避免影响地面交通 更为安全的施工方式 这个刀组各位看到 刀组的高度是不一样 就随先碰到土壤 当然是中间这个先碰到土壤 然后在这个蓝色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它标高16公分到11公分不等 那这个速度是11公分到9公分 这高度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因为它通到土壤的时候 它对土壤整个切销的东西不一样 万大中和线 永平国小站地底 组装大型机具浅顿机 往中和方向的捷御师座 也是新北市境内 首座使用浅顿机作业 预计一天可前进8公尺 前往下一站中和站 衔接环状线 而这一段路 从保生路右转中山路短短的一段路程 因为弯度大施工的方式更为挑战 保生路过去以后 要转一个90度到中山路 所以这一台的浅顿机 就必须要有那个所谓的双中折的一个装置 因为我们是一个圆的机体 它没办法转弯 我们就把这一个大概有7点多公尺的机体 设量到可以转弯的那个中折装置 所以说它是很顺利的可以从这边转弯 捷运万大中和县全长9.5公里 100年开工后进度为51.34% 预计114年完工 将会经过台北万华中正新北永和中和和土城 成为重要的大众交通系统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新市坡有线电视将原本位在16楼的门市柜台 搬到一楼 并且在25号举行了全新门市开幕祈福仪式 由街朝华执行长亲自主持 而搬到一楼后的整体环境都更加明亮宽敞 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白色墙面搭配黑字高雅大方 加上细致青蓝的线条装扮 呈现温馨的气息 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同时体验区也比过去更舒适 方便民众操作 新市坡有线电视将原本位在16楼的门市柜台 搬到了一楼 并且在25号举行了全新门市开幕祈福仪式 由街朝华执行张主持 而搬到一楼后的整体环境 都更加的明亮宽敞 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白色墙面 搭配高雅大方的黑色字体 加上细致青蓝的线条装扮 呈现温馨的气氛 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同时体验区也比过去更舒适 方便民众操作 那我们以1G的宽屏体验区 还有我们的4K的机上盒 那我们的整个设计都是以家为概念 是非常温馨的 接着狐狸十足的showgirl带来热情的舞蹈 让人忘了有点凉的天气 也吸引了不少民众 前来门市体验全新的影音 以及一居宽屏上网服务 除了对于宽敞的服务空间 以及便利性感到满意 全新的Home Plus TV 4K智慧机上盒功能 也让人印象深刻 就比较清晰光亮 不用再上下楼 就直接就可以进来办了 就是跟过去的电视的机上盒不一样 因为它有很多的功能 然后也可以直接用机上盒来看一些YouTube 未来门市的服务时间也做了调整 为了更全面的服务客户 除了周一到周五 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八点半 明年1月1号开始 周六和周日也都安排 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半的营业时间 方便民众利用 明年1月1号开始 我们六日都是值班的 那也是带给客户 比较便利的服务 那等于礼拜一到礼拜日 都可以为客户来做服务 那六日的上班时间呢 是早上十点到晚上六点半 而新世坡总经理李宝慧也表示 公司率先推出了全区 高速频宽一居上网服务 搭配Home Plus TV 4K智慧机上河 开放了安卓系统 内建各种Google应用程式 可以下载YouTube Friday影音 KetchPlay LiTV等等各式各样的 OTT平台自由观看 让观众选择度更高 希望每个进到门市的收视户 都能够享受到最好的服务 记者赵世渊永和采访报导 为了降低公安意外 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 土城青年住宅工地 并且和营造工会业者等一起签署 推动低风险工地认证标章 而土城青年住宅距离捷运海山站 只要六分钟 占地利交通之便 外界关心租金价格 是否会像台北市名人住宅一样 上看月租四万元呢 土城青年住宅施工进度 大略完成建筑主体 而为了配合降低公安意外宣导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以此工程基地 作为推动低风险工地认证标章 和营造工会业者等人 一同签署合作书降低公安意外 而土城青年住宅临近海山捷运站 只要六分钟有地利之便 加上台北市名轮设宅 四万元的租金钱力 外界更好奇租金定位会是如何 当完成以后 租金一定要跟市场 打七折到八折的方向来走 来照顾一些需要被帮助 没有房子 需要被机制上提供 更优惠的条件来进行 这是我们的大方向 侯友宜强调新建社会住宅 包括交通便利 还有方便的生活机能 施工品质更要做好 而土城青年住宅 共有534户22到30坪的坪数设计 以22坪来说 市价的7到8折租金会在2万元左右 这个社会住宅在土城这个段 离海山站只有6分钟 那救协救援的环境非常的棒 那目前我们原则场就是该22坪到30坪左右 那以22坪的租金一定会在2万块以下 来符合我们社会住宅当时新建的美意 来符合我们的租住正义 新北市土城青年住宅租金不会上看4万元 侯友宜强调是市价的7到8折 如此一来才能符合社会住宅新建的美意及居住正义 让更多弱势族群能够有遮风避雨的家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又到了岁末年中的时候 树林区公所携手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由替代艺南以及招募的志工 一起为辖区内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辈 进行居家环境整理 让长辈们可以清爽迎接新年的到来 现年90岁的侯爷爷 健康状况不佳 行动也不方便 加上子女都不在身边 生活起居长期依赖 红道基金会的关怀照顾 时至睡末年终之际 每个家庭都要大扫除 红道基金会便招募年轻志工 在结合树林区公所的替代艺南 为侯爷爷提供环境清洁整理 让侯爷爷相当感谢 侯爸爸他已经90岁了 他是20年次的 民国20年次的 那因为他的行动不方便 那没办法整理居家的环境 那我们今天跟红道老人基金会 还有我们公所的替代艺南 以及公所的同仁一起 在这个睡末年终之前 来协助长辈整理居家的一个环境 也期盼让他可以过一个好年 而且这一次我们替代艺南来这边协助 也可以让他体认年轻人来协助长辈 关怀独老 相信对他人生价值会有不同的一个感受 就是我觉得帮他们做这件事蛮有意义的 就是会自己从自己的付出中 然后看到他可以获得生活品质上的改变 就觉得做这件事蛮有意义的 然后也蛮有价值感 所以你现在是学生吗 我现在钢笔要是钢笔 所以想说就好利用这段时间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是护理科的学生 然后我就以前在医院实习的时候 很常遇到一些长辈 然后那些长辈很多都是没有家人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趁这次机会看一些 就是那种长辈 然后平常在家里的环境 树林区长王坤南也为年轻的替代艺南 示范如何处够 然后到时候你步一插他就起来了 你才不会插弄到手松脚 然后又起不来 平常有在家里帮忙家里大扫出来 有时候会啊 就是可能过年啊 偶尔打扫帮忙一下 对 透过公益服务 实际参与独老的环境清洁 让年轻的替代艺南及志工 体会到生命的价值 期待更多的人 一起来关心身边需要被关心的人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冬天必吃滋补圣品 非姜母鸭不可 网红中年大叔鸡哥 要带大家到新北市永和 吃一家最道地的姜母鸭 只是姜母鸭的食材 除了鸭肉之外 真的让人一头雾水 哪些可以加 哪些不可以加呢 透过鸡哥带路 一起来看看 冬天到了 冬天要吃什么呢 冬天最好的美食是什么呢 据调查 最棒的平民美食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姜母鸭可以让你驱寒 可以补生 可以进补哦 所以呢 现在就让鸡哥带你一起去吃我们的 姜母鸭GO 好好喝哦 你有没有发现 我的肚子堵住了 为什么吃姜母鸭 一定要坐在矮桌子 矮凳子上面呢 为什么就不能坐高一点呢 老闆啊 你看看啊 我肚子都顶到了 你你你 你来说说看 干嘛没事坐这么矮啦 小鸡子你就要给我问哦 要用化肺煮的比较好吃 老闆也比较浪费嘛 你如果知道早就早就早就吃到什么 用处的肚子也才会比较安全 你知道吗 不要再帮我问啊 哦 原来如醋 吃姜母鸭 配料到底有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金针 豆皮 鸭血 玉米蔬菜 鸭腸 冬豆腐 鸭丸子 为什么没有 叶者呢 喂老板 你到底在搞什么要吃啊 鸭肉 哎呦 鱼角燕脚是我们这个海山鱼的 海山鱼的跟我们这个中午 比较 比较适合 比较搭配啦 你如果要吃鱼角燕脚 你自己去超市买就好了 对不 就不用来我们这里吃啊 来我们这里就是要吃我们新鲜的玩意啊 这样知道了吗 呵呵 原来如此 那你懂了没有啊 影片都结束了 你怎么还没有 按赞 订阅跟分享呢 记得记得 赶快开启你的小铃铛 我是大树极客 我们下次见 冬天天气冷 想喝热汤补补生 不用呼朋饮半 有传统老店业者进行企业转型 瞄准未来国际化市场 在新北市政府附近的府中商圈 推出二代站 采用日式居酒屋的空间格局 并且区隔传统老店 应用开放式厨房 个人化餐点设计 现点现做 让顾客喝到口感浓郁的好汤 要喝到一碗火喉垢 炖出汤品的浓郁口感 点餐之后 业者一个头转身 即刻在座位前的开放厨房 煮起汤品 营运18年历史的传统老店 推出二代店 老店内贩售的招牌汤品 在这里统统喝得到 其实家里的味道算是最温暖的 尤其是鸡汤 心灵鸡汤 我们常常讲就是心灵鸡汤 所以我当时在18年前 创这个龙咸居的时候 就秉持是这种概念 我家我可以享受到 我太太温暖的鸡汤 为什么不能让所有的台湾人 可以喝得到 所以是在这样的理念之下 就创了龙咸居 老店的汤品 改用开放式厨房 直接煮给客人看 这背后讲究着炖汤的火候 如何用科技厨房直接转移 经过业者缜密的计算过 精准设计出SOP流程 确保不管是哪个人接手煮汤 都能够完美呈现好味道 确保餐饮品质 预计未来进军国际市场 将台湾的好汤送到全世界 我们其实是做好了80% 就是把鸡肉 怎么在生鲜的部分处理好 来到现场以后 我们透过我们的SOP 让它现场做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现煮的 完全不是央厨化 如果央厨化 它其实就变成是调理包 那其实调理包就失去了 它应该有的风味 所以我们每一锅是客人现煮 现点我们就可以现煮给客人 所以是一直维持非常严谨的一个操作 才可以做到这样子 和手屋鸡汤 剥皮辣椒鸡汤等等的六种汤品 都是热卖的招牌鸡汤 现点现做 热乎乎的热汤 一个人或是一群朋友聚餐 享受炖煮浓郁的鲜汤 第一次是吃到剥皮辣椒 它汤喝起来很顺口 然后不油腻 然后我们大家现在 注重养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喜欢吃太油腻的食物 所以这汤喝起来是 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尤其是冬天吃起来很软味 让人家觉得 整个身体都暖和起来 汤品再加上面线 还有其他小菜 业者锁定单身用餐族群 除了单点汤品之外 一个人的套餐 慰绕自己 兼顾用餐便利 和养生滋补的需求 中佳新闻林立吴志恒 新北报道 中佳新闻和青松电台FM96.9 联合播出 欢迎一起收听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武俊桑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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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务必佩戴口罩 不仅预防武汉肺炎 也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 第三 请各医疗院所提高警觉 加强疑似个案通报裁减 感谢所有防疫人员持续坚守岗位 也请您与我们一起努力 共同守护彼此的健康